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的驚嚇學人機 這個我們節目 收到很多網友投書 說他們看到一些超自然現象 但是沒什麼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我覺得 最恐怖的超自然現象呢 就在我們的棚內 來 校女珍珍 她是說我 她是說他們耶 你 她不願意說我 各位同學上課了 起立 嚇死人耶 李正 敬禮 老師好 各位同學好 好 妖怪好 怎麼不要這樣子講小窩 她也是我的好朋友耶 謝謝啦 好 各位同學 我們現在要來暖身一下囉 到前面去 老師 音樂 好 金正的校園女會贏你就是我 我並不合理著衝髮衝 故事我不恐怖 一書給我答 一大一小孩 一大一小孩 一大一小廚 小小小小 萬一萬頭 腦筋不清楚 阿南大陸 同志都無 我們一公主 好棒喔 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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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嗨喔 嗨 他為什麼 會坐 手好用力喔 不用浪費時間好不好 對 下次再夜人就完蛋 好的 馬上要請第一位代言者 張立東 人被霸毒 你要跟著你 這個故事呢 是發生在台中的以前高中 這個阿夢呢 就讀於這所高中 他的爸爸是議長 那他的哥哥呢 是黑到了知名的堂主 所以他在學校呢 可以說是恨著走 可以說是學校的小霸王 他平時就是欺負同學為樂 那班上有一位同學呢 胖胖的叫阿東 欸 欸 對 就是為我們量身設計 這個阿夢呢 就會偷阿東的便當吃 然後上體育課的時候 拿球打他 他甚至吩咐班上的同學呢 在經過他座位的時候呢 要扒他的頭 無所不用其極地欺負他 有一天呢 就在中午午休的時候呢 這個大家都怕 然後這個阿夢呢 就拿著美工刀 然後一把刺在那個 阿夢 阿東在睡覺嘛 頭跟手臂的中間 刺著 然後等到午休睡起來的時候 阿東的頭一移動 果然 劃到一道血痕 事情大條了 就找雙方的家長呢 來到學校 這個溝通 然後這個阿夢的議長爸爸呢 當然就說沒事啦 這個小孩子就是在玩嘛 就受傷了 不要小提大做 然後反觀這個呢 阿東的這個姑姑呢 就很生氣啊 他說 欸 你們這樣子在欺負人嘛 不能這樣子吧 對啊 這樣有錢就欺負人 我要告你們 大家就鬧得很僵 然後信長氣氛很尷尬 然後就不歡而善 然後當天晚上呢 這個老師呢 就打電話去這個阿東的家裡 沒想到呢 這個阿東的姑姑 竟然反常了 只說了一句 沒關係啊 然後說完這句話呢 隔天阿夢來上學了 他的臉上 然後老師就覺得很奇怪啊 就問這個阿夢說 欸 你到底什麼啦 是去跟他打架還怎麼樣 阿夢就說 沒有啊 我就是 一覺醒來就這樣子 老師就覺得很奇怪 然後呢 阿夢還是持續的 在欺負了這個阿東 經過他的座位的時候呢 用力的扒他頭 然後往他的桌上 一跳動 然後又大笑了又離開了 然後呢 隔天 欸 阿夢的頭上 欸 阿夢的頭上 突然出現腫了一大包 然後老師就覺得很奇怪 欸 你為什麼又受傷了 你是不是又去打架 那阿夢就說 沒有啊 我就是一覺睡醒來 又這樣 一覺睡醒來又這樣 就這樣 持續了好幾天 然後 阿夢就發現了 原來 他只要今天 欺負在阿東身上的傷痛 然後隔天 就會加倍奉還在他自己身上 然後漸漸的 他就 不敢再欺負阿東了 然後阿東沒有被欺負了的時候呢 他就開始 敢跟別人說話了 敢跟別人聊天了 然後也交到了朋友 但是這個情況 看在阿夢的眼裡 很不是滋味 他想說他憑什麼在那邊 有說有笑 然後他旁邊的 阿夢旁邊的小漏漏又鼓吹他說 老大 你是不是現在都不敢欺負這個阿東 你是不是怕他 然後他就 他這個人就是不能被激 你知道嗎 他心裡就做了一個決定 所以直到有一天 放學的時候 他們一群人就把阿東 架到學校的頂樓 開始欺負他 揍他 把言語羞辱他 踹他 打他 然後甚至拿那個沖天炮 點火 他的身體 然後阿東就很痛 然後一直哭說他想回家 阿夢就很爽 他找回了那個 他欺負的那個快感 然後他於是對了阿東說 你想回家是吧 這裡就是你家 話一說完 就把學校頂樓的門反鎖 他們一群人就離開了 果然可怕的事情發生了 隔天阿東就跳樓自殺生亡 隔天啊 隔天 但是攝影機 頂樓的攝影機 有拍下這一切的過程 於是呢 阿夢一群人 就被送到了少年的感化院 去感化 然後有一天呢 那個阿東的姑姑 去看這個阿夢 然後希望他可以就是 誠心的道歉 然後懺悔 跟阿東說一個對不起 沒想到他還是一副 自以為是說 我又不是故意的 就他自己煩俗 他自己可以打電話 他自己要跳樓的啊 所以一副事不關緊的態度 那那個阿東的姑姑 一聽到這句話 就悠悠的嘆了一口氣 只說了一句話說 你想怎麼做就怎麼做吧 說完這句話 他站起來轉身就離開了 然後到了當天的晚上 那感化院的寢室 是八個人一間的 然後晚上在睡覺的時候呢 這個阿夢呢 就突然覺得身體有點寒冷 越來越冷 越來越冷 然後他突然感覺到 背後有人在推他 想要叫他 然後這時候他以為就是 應該是室友在叫他 他就想說不理他 然後這時候突然傳了一句話說 都是你害的 他想一想說 他目前處在的是 寢室的最角落 他的身後是牆壁 牆壁後面怎麼會有人推他呢 他覺得不對勁 想要往後一張開眼睛 突然出現的就是一雙手 然後那個手掐住他的脖子 讓他不能發出任何的聲音 然後那個手 一掐他的眼睛慢慢震盪 他看得越來越清楚 但是手越來越明顯 手臂 肩膀 慢慢地從牆壁裡面浮出來 然後脖子 然後整張臉出現 是阿東 他嚇傻了 然後就在他覺得 他快要斷氣的那一刻 突然出現很多人的頭 燈亮了 那些頭是他的室友 然後他就彷彿做了一場夢一樣 什麼事都沒發生 阿東也消失了 從那件事情發生之後 這個阿東呢 這個阿夢呢 他就在... 到底是誰 阿夢 傻傻分不清楚 這個阿夢呢 他就不敢睡覺 因為他只要... 他怕只是他只要一睡覺 這個阿東就會出現 所以他只要一想睡覺的時候 他就會拿尖銳的物品 割自己 提醒自己不要睡著 然後這個事情呢 被那個感化院的這個 醫護人員給看到了 他們就覺得這個阿東... 阿夢 開始有這個自殘的狀況 然後而且精神狀況很不穩定 於是把他移送到這個精神病院 那移送到精神病院之後呢 這個老師呢 後來也有去探望這個阿東的姑姑 然後呢 就跟他說這個情況 那阿東的姑姑只是說了一句 我知道了 原來這個阿東的姑姑呢 是開道場的 然後呢 他在發生這個美工刀 美工刀割到臉的事件之後呢 他就有在阿東的身上做法 只要有人欺負阿東 然後呢 隔天 這些傷痛就會加倍奉還在那個 受加害人的身上 然後呢 在阿東死後呢 這個阿東也有託夢給他的姑姑說 就是說 只要阿夢可能誠心懺悔 沒事的話 他就不會 他就覺得這樣就OK了 一切就過去了 但是 沒想到阿夢還是那個態度 所以阿東就生氣的說 他要跟著他 然後那個老師就嚇到說 他要跟著他 那要跟多久 然後那個阿東的姑姑就說 我想是一輩子 然後這個事情過後 他去港 精神病院沒多久 大概一年之後 那個阿夢就趁著 大概他不注意的時候 跑到頂樓 跳樓 自殺 身亡 這就是 死生被霸凌 死要跟著你 非常恐怖 今天我們就了解到 就是 電影咖就很辛苦 對 來 請投票 覺得恐怖的請亮燈 一 二 三 其實不錯 謝謝 這是最恐怖的時候 好啦 過關 第二位 呂如中 看看人家怎麼講故事 一次又一次 有一個女人她走進了廚房 然後翻箱倒櫃 就拿到了一把菜刀 就往自己脖子一畫 血就大量噴出來 這個時候小張就醒了 原來這是小張 日日夜夜都重複做的噩夢 小張醒來了 旁邊跟她一起睡的 那個同居的女友就說 你怎麼又做噩夢了 小張就心塵不寧 同居女友跟她 就摸她的頭說 沒事… 我們可能最近壓力太大了 沒事…我們就睡覺 所以當天晚上他們就 過了兩天 高中同學會 他們是在男校 那這次同學會舉辦的地方 就是在高中的校園裡面 那來的都是一些 嘴很賤的男生 就虧小張說 為什麼他最近瘦這麼多 並且兩頰凹陷之外 他的黑眼圈很嚴重 就說你最近是不是交女朋友 所以終於過度 是不是太多次了 小張就說 我沒有女朋友 沒有女友 那睡在旁邊的人又是誰啊 你最近是不是交女朋友了 所以終於過度啊 是不是太多次了 小張就說 我沒有女朋友 我有女朋友 大家就笑 你兒子有沒有女朋友 都不知道 你到底有沒有女朋友 她是做什麼的啊 小張就說 她是做… 她是做… 你該不會連她的名字都忘了吧 所以大家虧她的這些事情 同學會虧她的事情 她就原封不動的 告訴她的女朋友 欠罵 她的女朋友就 女生最氣這種事情 就說 你喝太多酒了 你這個作業 我喝這麼多酒 你最近心神不寧 然後可能精神耗損 你連我的名字 跟我的工作都不知道 那小張就很無辜啊 被罵嘛 但是她女友看她 又是一副無辜的臉 就用手摸摸她的頭 又呼呼她 好…沒事… 最近可能壓力比較大一點 然後她們又情熱了 第三天她去上班的時候 整理了名片 好多名片 是昨天同學會交換來的 好多人來了 看到了一張老趙的名片 老趙昨天有來嗎 我最近是不是真的精神不清楚了 老趙昨天有來嗎 我跟她這麼好 我昨天沒有聊到天 打電話給她 打過去 喂 我小張啊 老趙一接電話就說 我等你電話等了好久 你終於打來了 我們碰面吧 小張跟老趙又約在外面碰面 小張就把她從高中畢業十年以來 當兵啊 求職啊 各方面事情都跟她講 並且也跟她講 她最近一直重複的做一個 同樣的噩夢 她講完了 忽然發現老趙都沒有開口 她就跟老趙說 都是我講 不好意思… 那你現在是什麼工作的 老趙就說 我現在是雞同 並且我還要告訴你一件事情 那就是 小張說我撞邪 沒有 我沒有撞邪 我只是做惡夢 我沒有撞邪 老趙就說 我知道怎樣 你不相信 不然你在家 你家的廚房 裝一個監視器 或者是V8 隨便你 你偷偷的裝起來 如果你拍到了什麼 就代表我這個雞同講得對 如果你沒有拍到什麼 你至少心安嘛 沒事不就好了嗎 小張不以為意 這件事情就過了一個月 一個月後老趙接到了電話 喂 小張在電話那一頭爆哭 並且非常非常的緊張 老趙這個時候還是老實在在 喔 時候到了對不對 好吧 那來我的道場 小張就又哭滿臉的淚痕 還帶了一張隨身碟過去 他昨天才裝了監視器 也就是說他這一個月來 根本不把老趙的話放在心上 昨天他試著想裝裝看 一裝就錄到了 因為在小張的夢裡 他一直看到的是那個 背對他的女人在廚房裡自殺 他這次錄到的是在廚房裡面 有一個女人走進來 錄到臉囉 全身白袍走進來 翻向倒櫃 拿起了一把菜刀 正要往自己脖子一劃的時候 他往左邊 轉了15度 對著鏡頭看 也就是說他根本知道 有鏡頭在偷拍他 所以他對著鏡頭 畫下自己的脖子 寫大兩本出來 沒有想到他畫了脖子 這個人沒有死耶 他把刀子放在桌上 全身都是血 慢慢地轉過身 離開廚房 小張居然帶了第二張的隨身碟 第二張隨身碟是怎麼來的呢 是因為小張起了色型 原因是因為小張說他昨天裝嘛 他心裡想說我裝這個 怎麼可能會錄得到鬼呢 怎麼可能我是做夢耶 但是我既然裝了 乾脆我臥房也裝一個 我可以拍到我跟我女友溫存的樣子 這樣子可以當作情趣 我可以偷看還不錯 他就在他的臥房也裝了一台監視器 所以他第二張的詞片看到的是 剛才不是那個全身是血的女人 離開了廚房嗎 十秒鐘之後就進了他的臥房 進了他的臥房 看到小張一個人睡 還好他女朋友不在 小張一個人睡在床當中 睡得非常不安穩 在那邊翻來翻去 這個全身是血的女人 就靠近了床眼看著小張 小張還是一樣像做夢一般 翻來翻去 這個女人就上了小張的床 坐在小張的床旁邊 然後就挪挪 靠近小張 就躺在小張的旁邊 小張這個時候忽然醒了 我們在影片當中 其實只看到影片聽不到聲音 我們看到的是小張 非常慌張的醒來 他看著旁邊血淋淋的女人 對他說了幾句話 表情居然不是嚇到不是慌張 居然是交代一些事情 然後這個全身血淋淋淋的女人 就摸著小張的頭摸一摸 然後他們就情惹 也就是說從頭到尾 沒有小張的女朋友這件事情 小張日日夜夜跟溫存的那個人 就是他夢裡自殺的那個女人 那這個故事到底怎麼串起來呢 原因是因為三個月之前 小張去中南部 他是業務 他去中南部應酬的時候 喝了太多的酒 晚上還酒駕 在夜間的時候看到 好 尿急怎麼辦 反正一大片都是公路嘛 沒關係 那是個田 一大片都是公路嘛 那我就隨便就尿囉 就一邊尿 一邊扶著欄杆 田裡怎麼會有欄杆 其實是一個墓碑 他就尿在墓碑的墓碑上 看到了一個非常秀氣的女生的照片 哎呦 你不要嚇我 反正男未婚女會嫁 我們就湊合湊合吧 哈哈哈哈 然後他就上了他的車 開車酒駕回了台北 但小張不知道的事情是 當他回到了駕駛座 這個女人也跟著他上了前座 跟他一起回到了台北 他還不曉得的事情是 從他當天開始 他的精神開始不停不停的耗弱 每天就喪失一點點的記憶力 整個時空亂七八糟 原因是因為 這個女人在世的時候 為感情所困擾 他在自駕的廚房拿了菜刀 割了自己的脖子自殺 但是自殺的人無法投胎 所以他每天晚上都得不停的 重複自殺這個動作 但小張卻把這個女人 載回家 每天晚上都跟他情熱 張立東聽到沒有 好厲害 這是警示的一個故事 什麼都警示的 小張不是嗎 小張 又小張又阿東 絕對恐怖的很亮燈 一 二 三 下一位 小優 這個一切都是 小自費 來 小優要講的是什麼樣的故事 這個故事是發生在高中 畢業典禮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高中畢業典禮 每個人都很開心 然後會在自己的制服 簽滿了名字 那我們三個好朋友死黨 我們想說 那我們就今天 買些零食去司令台 敘敘就好 都畢業了 另外兩個就是一對情侶 我們都叫他瘋癲男跟瘋癲女 這對情侶阿 在平常在學校就是很誇張 很情境很 就是會做一些大家不敢做的事情 可能就在走廊抱抱阿 惹毛校長這種 好 那我們三個呢 就在那邊阿 一邊喝啤酒阿 吃著一些下酒菜 聊一下你那時候怎麼樣阿 有你高中剛進來 我好討厭你喔 聊一聊呢 那天都很開心 結果這時候瘋癲女 就問了瘋癲男一句話 欸 那我們上了大學以後 你會不會變心阿 這時候瘋癲男已經有點喝醉 就說 你再這樣瘋下去 我當然愛你愛到底阿 然後兩個就開始在那邊阿阿 親來親去阿 那一天後來我就回家了 隔天居然傳來一個消息 瘋癲女過世了 蛤 因為那一天 瘋癲女就酒駕機車 撞到橋墩 整個人摔落河裡 淹死了 我跟瘋癲男都非常非常地自責 因為覺得 我們不應該讓一個女生自己酒駕回家的 所以在頭七的時候 我就跟瘋癲男相約 再去司令台祭拜她 然後我們就帶了一樣就是一些下酒菜 當天司令台吃的東西 然後就這回到司令台老位子 然後呢擺著一桶米 擦著香 想說呢跟她來這個道歉一下 覺得是我們不對 就這時候香一擦 當時也沒有風阿 香就從中間 這時候瘋癲了 臉色發白就看著我 是怎樣阿 然後呢 我就安慰她說阿 不要想太多阿 一定是我們這個香的品質不好 你知道我們就買便宜貨 這時候呢又拿了三支 擦在那個米上面 正要祭拜的時候 啪 三根全斷 這種事情發生的經歷實在害低了 瘋癲男跟我兩個對抗 開始起雞皮疙瘩 覺得不對勁 而且一陣冷風過來 瘋癲男這時候就看著我 要不然我先走好了 你幫忙瘦一下啦 燒燒紙錢這樣 瘋癲男就一臉心虛的就走了 我想說好啦 我們還是得要把事情完成啦 就把那個紙錢燒一燒啊 酒倒一倒啊 拜拜 道歉說對不起啦 我們害了你這樣子 但那時候因為心裡也怪怪的嘛 想說那就在操場走一走好了 那時候其實已經五夜十二點了 那操場運動的一些阿公阿嬤也都離開了 然後連那個照明燈都關掉了 我就一個人走在操場想著 我們那三年啊明明就很棒啊 為什麼現在會發生這種事 我回頭一看 我本來在走路的 就那個司令台有一個人影 出生的司令台 我當下一想 一定是有人要偷我們的東西 哎呀怎麼會這樣 趕快跑過去想說抓人的時候 一看 那個人影不就是穿著 瘋癲女那一天 畢業典禮的制服的人影嗎 他想說這也太奇妙了吧 怎麼可能會這樣子 衣服一模一樣 但是是背對著的 我心裡一毛想說 怎麼會這樣 這時候手電筒就滅了 一個身影出現在我正前方 浮到浮到一百公分的距離 正對著我就是瘋癲女 我當下嚇慌了 就整個尖叫 然後趕快拿著背包 什麼東西收一收 管他了 東西還丟在那邊 然後就趕快去騎機車回家了 隔天我立刻打電話給瘋癲男 我跟你講 我昨天好像看到他了耶 我看到你女朋友了 瘋癲男完全嚇得不敢講話 他有沒有跟你講什麼啊 他說什麼啊 這時候我說沒有啊 可是他看起來好像是來找你的耶 然後這時候瘋癲男就嚇壞了 哎呀他自己出事了 不要拉我們啊 不要怪我們嘛 這時候瘋癲男就把電話掛了 感覺是嚇壞了 但我想起來也不對啊 我們都是好朋友 然後這樣子他應該不會害我們 而且昨天司令台的東西都還沒收 我還是得回去 要不然到時候被發現了 就早上的時候我想說不要晚上去 我早上去 把司令台那天下韭菜啊 啤酒啊趕快收一收 還有那些香什麼的 結果就發現香 我們那天祭拜的香的前面 有一灘水 想一想 瘋癲女不是淹死的嗎 她那天不就站在這個香前面 看著我的嗎 越想越不對勁 東西收又收 她說我回家以後 怎麼睡都睡不好 就等到我一路睡 我的夢裡瘋癲女就回來了 整個身體已經是泡爛了 而且臉全部爛掉 黑黑的一片 還可以看到有蛆在爬 就這樣看著我 我在夢裡 就這樣看著她的眼睛充滿了恨意 結果一看到旁邊 手裡抓的就是瘋癲男的手 在夢裡她抓著瘋癲男 然後就在哭 一直哭 瘋癲男也跟著哭 瘋癲男就被這樣子抓到一個黑洞去了 隔天一醒來的時候 我想這一定要趕快告訴瘋癲男 我夢到這夢太可怕 還有那前面一灘水 她覺得完全不對勁 她就趕快打給瘋癲男 欸 怎麼打都不接 結果她就打到她家裡 是她媽接的 她媽說 我跟妳講 她現在高騷不退 完全醒不來 妳要不要過來一趟 瘋癲男這樣一定是出事了 所以我就跟她媽講說 妳要不要請個道士來 把昨天發生的事 還有瘋癲女事情 全部都告訴她媽 這時候法師就來了 她媽媽請了一個 蠻厲害道行蠻高的法師 來幫她兒子驅魔 結果呢 那個法師一靜坐下來以後 男男之語念著咒語 她說 這個有點難處理喔 因為 然後呢 她就念念咒語之後呢 欸 這時候瘋癲男就醒來了 結果呢 醒來之後發現 她的手臂 浮現的 就是青色的五指痕 就像我昨天夢裡夢到的 瘋癲女抓著她的五指痕 就在她手臂上 瘋癲男一醒來以後 說怎麼會這樣 她是不是要把我帶走 她這時候就老實講了 其實 在那天道歉的時候 他們去司令台 在籌妻的時候回司令台 本來不是要跟她道歉了嗎 可是瘋癲男其實心中默默的 說了一句話 是你自己活該 掉到海 掉到湖裡面的 你不要拖我們下水 由於這句話 惹毛了瘋癲你 她覺得她這麼愛你 你怎麼是這種負心漢呢 你居然講得出這種話 所以她要纏著她不放 然後這時候法師就說 真的只有一個辦法 就是冥婚 她才肯放過你 可是瘋癲男死都不願意啊 瘋癲男從那天以後 身體再也沒有好過 甚至休學 也沒有念大學 就在家裡休養 誰叫她是個 該死的 復興漢 來 覺得恐怖的請投票 1 2 3 過關耶 謝謝 來 接下來 復興漢為您代言的是 女友 為妳代言的是 女友的殷勤 在十五年前 這個人有她小阿兩歲的女朋友 剛好她在當兵的時候 她的女朋友剛好就在 很明顯 那每次她一放假的時候 都會去找她女朋友 好死不死有一次 但是她去找她女朋友的時候 她女朋友跟她 戲裡面的一些同學呢 玩一個遊戲說 我們看誰比較大膽 就是 如果輸的人 就要去墳墓旁邊 因為剛好那邊 都是有很多墓區嘛 那她去墳墓旁邊呢 就說我們就去 拿她們的名錢 那沒想到她女朋友好死不死 就輸了 於是她就去拿這些名錢 她拿到名錢說 非常非常的膽小 不知道該怎麼辦 她就覺得說這名錢 我跟你講要怎麼處置 要燒掉她嗎 還是丟掉嗎 她不知道該怎麼辦 於是她男朋友 看到她女朋友這樣的時候 她就覺得說 好 麻煩你 把名錢給我好了 反正我要去營區 我就在營區負面的山上 把它買一買就好了 你不要想太多啦 你就把名錢給我 於是她就把那個名錢 交給她男朋友 她男朋友就急著說 現在趕快要回去了 因為過兩天就要休假 所以她就 在兩點半左右的時候 騎著摩托車 把名錢放在口袋裡面 騎趕快要衝下山上 衝到天母那邊去 可是大家衝在 衝在山下 沒有在山上 後來到了天母 天母在那個狀態的時候 她就一直騎... 在中間騎著的時候 她覺得 心裡有點毛毛鬼鬼的 就是旁邊都沒有任何的路燈 就黑黑了 就是她的那個 機車的那個燈頭在拍 中間後來就停下來了 她看到前面有好多狗 在她面前這樣子走過去 一隻一隻的在她面前走過去 而且這隻狗很奇怪 不是挺著胸的走 是垂頭上氣的走 而且是髒髒的狗 後來這狗從右邊 到左邊這樣子過來 過來的時候就在旁邊 她就開始去 離她越來越近 她也不知道為什麼 會這些狗離我越來越近 她就開始說 不要咬我好不好 不要咬我 她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那些狗就是忽然垂頭上氣的 這樣看著她 她開始 騎的時候忽然那隻 就在她面前 怕她嚇一大呼吸 怎麼會有狗對我那麼吼 不知道該怎麼辦 於是她就開始就是 衝著就騎著 其實一直往前走 一直騎... 她以為狗在跟著她 一看這後面 在那個叫的時候 其實是七隻狗在後面 是看著這樣 對她發出這樣的聲音出去 她一騎... 她以為他們在跟著她 沒想到全部都沒有在跟 她覺得說 還好沒事 原來這些狗沒有跟著她 於是她就開始覺得說 沒關係... 就是... 不要講太多 那可能就是 一剎那的心在亂想 一些有的沒的東西 於是她回去的時候 感覺到頭昏腦髒呢 心裡很不舒服 就又想要嘔吐發噁 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外居看到她說 你好像是因為發炎感冒 什麼之類的 你還要不要回去休息 去睡一下 不好意思 於是她也沒有辦法去做操練 她就回去休息 她就睡覺 忽然有狗在叫 望...這樣叫 可是她就覺得 不知道該怎麼辦 就說奇怪 均勻沒有狗 可是這隻狗為什麼一直 怎麼會有狗在我耳邊一直叫 叫得好大聲喔 就忽然那種聲音 越來越近... 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可是她覺得說 算 可能那就是 幻覺還是什麼之類的 她覺得還是隨她的叫 於是 在她叫的時候 就咬著她 咬著...咬著她 咬著...咬著她 手還不知道該怎麼辦 軍營裡怎麼會有咬人的野狗 這是一場夢啊 在她叫好的時候 咬著...就... 咬著她手 她不知道該怎麼辦... 不知道該怎麼辦 不要咬... 一張開眼睛的時候 是她的班長抓著她的手說 你醒一醒...你在幹什麼 她才突然醒過來說 這裡是哪裡啊 她說你在醫院啊 她說我怎麼會在醫院 不是在... 在我的宿舍睡著了嗎 她說你已經睡了兩天了 而且我們怎麼叫都叫不醒來 就把你送到醫院去 後來忽然你睡了兩天 你現在才醒來了 她說你到底怎麼了 她說班長我很好啊 沒有什麼 於是她去看她 她就忽然覺得說 沒有什麼她就摸她的口袋 我剛才拿出來的手 明天才在她的口袋裡面 口袋裡面之後她就說 班長一看到就說 你怎麼手上會有明錢 於是她說好...那你等我一下 她去找她很好的一個朋友 穿...是一個道師 是穿白色道服的 而且這個大師非常有名 是靈氣體的大師 就是靈體氣嗎 還是靈體體 不好意思喔 靈體氣的老師 這個老師就是 他會有氣功的 他就過去去看這個... 看這個...這個人 這個人就用手摸著他 隔空運氣 他從他身體這樣掃描過去 他覺得說 怎麼這邊熱熱的 於是他就用隔空運氣這樣 吐起他一下 他說 他吐出黑黑的東西出來 他看到這個東西 他說 你的這個... 氣體不好喔 而且非常非常弱 而且很髒 他說這是什麼東西 他說他也不知道 他說我就在夢中 看到好多狗 我後來知道說 這件事 他就想到是狗靈跟著他 班長 班長 這個是他村上 從他過來的民情 他就害得知道說 原來這個民情的主人 生前非常喜歡狗 他不管是流浪在外面的狗 他都會把他帶回家養 養了之後呢 那這個主人忽然過世 他們家裡的人 就把這些狗 就是過世的這些狗 陪在他旁邊 跟他埋在一起 埋在一起之後 這個男的也不知道怎麼 就是這個女的呢 就把這個名錢 這男的放在口袋裡面 這個狗就跟著他 把這個錢要回來 所以你不要亂拿 我們家主人的錢這樣子 所以就要告訴你說 女友的名錢 或是不管分部的名錢 都不要隨便亂拿 廢話 女友的... 女友錢 誰沒事會拿 誰會在口袋裡 掏出一點名字 對啊 就是他們必須要去玩這個遊戲 年輕人 就是不懂年輕人 你 我小時候講過 難怪你長成這樣 還沒退耶 你小時候撿名錢幹嘛 我小時候打他看看 幼稚園的時候 就看到地上好多名字 我就覺得這好特別 我去撿回家 我說媽 你看這個好特別 被打成這樣 被打 就真的被打 他那一次就是一棒 剛好打到上嘴唇就... 一直走到現在 不要亂撿 年輕人 有些事情不能這樣亂玩的 來 投票 綠茶牆的夠恐怖請亮燈 一 二 三 再一顆... 過了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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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四個人都過了 只剩... 只剩您了喔 壓力大了 今天要講的這個故事呢 是發生在台南 然後故事的主角 叫做小萱 小萱他們家呢 在台南火車站旁邊 開了一間老旅社 那這個旅社呢 非常的老舊 那因為呢 小萱目前還就讀大學 所以寒假或是暑假 他都會回到這個旅社去幫忙爸媽 孝順 對 孝順 因為暑假嘛 所以大家就想說 小萱我們可不可以去你家玩 這個時候呢 小萱說好啊好啊 就帶了這些同學們 一起到旅社裡面 就開了一個房間 然後大家就在裡面 喝喝酒 聊聊天 其中一個同學就說 小萱為什麼 我聞到有奇怪的臭味 是不是你們家旅社 小萱就很生氣說 才不是咧 是那個前幾天 搬進來住的那個大叔 他好臭喔 而且那個大叔 說也奇怪 他明明是一個人住 可是卻帶了兩大箱的行李來 也不知道裡面 到底裝了什麼東西 而且呢 他也規定說 所有人不能打擾他 所以都不能去幫忙 清掃房間或什麼的 而且更奇怪的是 他每次早上呢 都會出去 而且一出去 就是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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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回來 也不知道他到底去了哪裡 這個時候呢 大家就開始猜說 欸 這個人該不會是 犯罪的人吧 可能是殺人犯啊 或是罪犯之類的 其實小萱呢 從他們搬進來的時候 就覺得說 這個人怪怪的 而且那個人也沒有說 他要住多久喔 他就是說 住一天給一天的錢 住一天給一天的錢 就這樣住了一個多禮拜 這個時候 就有一個比較大膽的同學 叫做丁丁 他雖然不是個人才 但是他非常的想要去看說 大叔房間裡面 到底有什麼 於是呢 只有小萱站出來 他說 因為我也覺得這個大叔 怪怪的 所以想要呢 跟這個丁丁一起去看一看 畢竟他也是住在他們家的旅社 萬一發生什麼事情 也可以避免 所以這個時候呢 他們就趕快跑... 跑到樓下 找那個櫃台阿姨 拿了備用鑰匙 並且確認 這個大叔早上已經出門了 他就好 他們這樣捏手捏腳 捏手捏腳 捏手捏腳 走到房間門口 怎麼啦 不能被發現 捏手捏腳 走到房間門口 開 進去之後 馬上一股非常難聞的臭味 撲筆而來 就... 好臭喔 而且他們有發現說 除了很臭之外 他們也覺得... 怎麼這麼冷啊 然後小萱馬上確認一下冷氣 看到冷氣沒有開 為什麼溫度會維持在24度這麼低呢 小萱想說 可能是因為窗簾沒有拉開 陽光沒有灑進來的關係吧 所以溫度比較低 他也沒想那麼多 於是兩個人呢 就開始在房間裡面 東看看啊 西翻翻啊 就看到滿地 都是衣服 都是酒瓶 就是非常的凌亂 這個時候丁丁就說 那我去浴室 去廁所裡面看一看好了 然後這個時候小萱就說 好 接著小萱呢 就開始看一下床頭櫃有什麼 發現有一些零散的文件 然後還有很多的 小萱就覺得說奇怪 結果他覺得奇怪的時候 他就聽到他背後面有拉鍊拉開的聲音 他就講說奇怪 丁丁不是在廁所嗎 他怎麼還沒進去 他就轉頭 轉頭說 丁丁 你不是要去浴 話還沒講完 小萱就愣在那邊 因為丁丁是在浴室沒錯 那為什麼會有拉鍊的聲音呢 因為他就看到 放在地上的行李箱 從裡面 也拉開了拉鍊 這個時候 伸出了一隻白白的手 而且是非常白 而且布滿寫 也是這樣 就這樣掉了出來 而且還是稍微 有點躲動的那種感覺 小萱就嚇一跳 讓他講說怎麼辦 可是 因為他太害怕要叫 也叫不出聲來 這個時候 丁丁趕快衝出來 直說著快跑 就這樣抓著小萱 一路奔奔奔奔到 然後隔壁他們同學所在的房間 然後隔壁同學一回來之後 看到他們說 你們剛剛發生什麼事情 我剛剛聽到你們一進去 就尖叫 就聽到你們在尖叫 小萱就說不對 我們剛剛進去 從頭到尾 沒有人在尖叫 這個時候小萱就要跟大家說 他剛剛看到的事情 他就說 他剛剛在地上 看到一個行李箱 然後行李箱 這個時候丁丁馬上出來打圓場 他就想說沒事沒事沒事 只是一個生活習慣很差的大叔 跟正常人沒什麼兩樣 大家別想太多 然後趕快回去休息 趕快回去休息 這時候小萱就覺得說奇怪 剛剛丁丁不是也很害怕嗎 為什麼還要這樣打圓場咧 這個時候丁丁就對小萱說 你也別想太多 早點休息 趕快回家休息了 然後就丁丁也跟著走了 走了之後呢 小萱就想說 好吧 那他也趕快回去休息 不要想太多好了 結果那個時候 剛好有一個客人要入住 那小萱呢 就得幫忙接待那個客人 幫他處理一些東西 所以小萱的父母就希望 他當天也留在綠色休息 然後就想說好吧 那就住在他們今天 一起聚會的那個房間好了 到了晚上 末約十一點的時候 大叔回來了 他就聽到 喀喀的聲音 門關上的聲音 他就說 隔壁大叔回來了 就在門關上 過了幾秒鐘之後 還要聽見 那種淒慘的女生的叫聲 他學說 他有發生什麼事情的 淒慘的尖叫 要將引發另一波恐懼的高潮 馬上回來 來 還要聽見 這種淒慘的女生的叫聲 他學說 他也發生什麼事情的 然後過沒多久 他又聽到 這種淒慘的叫聲 這個時候他就想說 太可怕了 他要趕快去找一下羅夏阿姨 他就衝過去門口 就開... 他門打不開 他就說 怎麼辦... 他就只要躲回棉被裡面說 哭什麼哭啦 他就開始哭嘛 好哭喔... 哭... 就開始哭說好可怕... 忽然... 看見了一聲 這時候小萱 他就想說 他門開了 不管三七二十一 三八二十四 三九二十七 他就直接衝出門口 衝到樓下找那個阿姨 因為實在是太可怕了 他就把這些事情 告訴了那個阿姨 隔天 警察來了 警察來了之後呢 就跟小萱的父母 洗洗手... 講完之後 就拿了備用鑰匙 把那個怪大叔帶走 這個時候呢 小萱也發現丁丁也來了 他想說丁丁怎麼會來呢 他發現丁丁也帶了一個師姐來 他就問為什麼要帶師姐 有點卡彈 然後呢 他就丁丁呢 原來丁丁那天在浴室裡面 發現了 他的浴室裡面 通通擺滿了 而且原來那個大叔 他在做非法的器官買賣 而且 根據調查的警方 口中所講出的 還說 那兩個行李箱裡面 還有許多 不明的屍塊 那這個時候呢 那個師姐 就對小萱說 嗯... 我發現你是一個 很有佛怨的人 所以呢 那天丁丁跟我講完之後 我就覺得有點不對勁 一定要來看看你 那 那個師姐就說 那些冤魂想要找丁丁 想要找小萱幫忙 所以才一直 啊...用尖叫的方式暗示他 沒想到就嚇到小萱了 因為其實丁丁 他也是一個敏感體質的人 他就發現小萱有點不太對勁 所以找了這個師姐來 後來呢 這個大叔就被抓走了 那從那次之後 他們家人再也不敢隨便收 奇怪的旅客 我的故事到此為止 太恐怖了 覺得 珍珍很恐怖的 請兩燈 預備 一二三 好恐怖 這故事還是珍珍 是珍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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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過關 過關耶 辛苦大家了 今天每一個故事呢 果然都嚇到了所有的朋友們 所以今天所有故事都過關 對 講得太好了 掌聲鼓勵 好了 下課 來 各位同學 起立 李正 敬禮 謝謝老師 謝謝各位同學 好 請跳舞 來 最真的消夜的回憶就是我 忘記不登 夜神出發中 故事都不公佈 一句給我拿 一大禮少爺 你管都住 上上下下 換去換走 腦筋不清楚 你 你 是 保護 媽媽 你老婆 耶 大哥 啊